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電競日常 那我已經好久沒有玩Call of Duty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開一下Call of Duty的直播 那剛好今天也是電競週 所以我們就來開直播 所以沒什麼問題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麼開直播的 就是我的硬體設備到底怎麼接 因為其實還蠻複雜的 不是什麼開個OBS而已 我是接很多很多奇怪的東西 而且我用第二台電腦來直播 所以就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麼接一接這些東西的 那我們直播最重要的就是影像的部分 那我們影像就是從我們電腦主機接一條HDMI 到1分2的分接卡 那這個分接就是一個是 接我平常在用的2K螢幕 一個就是直接接到我們的截取卡上面 那我們的截取卡就是一個HDMI印 然後就是Type-C直接接到我第二台電腦 這樣我的電腦就有訊號可以來直播了 那第二個影像的部分就是 我在直播的角落會放一個 我的小小的圖示 就是我直接用我們的電腦的視訊鏡頭來拍攝 那視訊鏡頭其實也可以拍出好影像 你只要給它足夠的光線 所以我就在頭頂 多放了一支燈棒 那我們其實我們的螢幕下面也有一支螢幕的燈棒 這是BenQ的ScreenBar螢幕燈棒 那我們就這樣子 看起來明亮 然後我們的視訊鏡頭也是可以拍出好畫面的 就這樣子 影像的部分完成 接下來就是音訊的部分 那我已經試過非常非常多方法 我之前有試過就是直接從HDMI到截曲卡 那我覺得不太好 而且如果我要接我講話的聲音的話 我還要接麥克風在這裡 有點距離我太遠 所以說起來音都是電腦的嗡嗡嗡的聲音 那後來我又試了一種方法 就是我電腦接音源線 然後一轉二的音源線 因為我也要接耳機 我才能聽我自己在幹什麼的聲音吧 所以一個接耳機 然後一個就是接到截曲卡上面 就是它有音源輸入 但是這樣還是沒有麥克風 就是我講話的聲音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就把麥克風接到我的直播電腦上面 但是品質真的是超差 那我現在玩的就是用無線麥克風來直播 因為之前有廠商直接送給我 無線麥克風給我玩 而且這個無線麥克風還蠻讚的 它是兩個發送一個接收 所以是兩個輸入音源 所以我一個可以我來講話 那另外一個我就直接接那個3.5mm 那這樣子我們電腦音訊 就可以直接接到我們的無線麥克風 跟我的講話聲音 一起混到這個接收器 所以它就直接 再把它輸入到我們的直播電腦 我們就會有一個混好音的音源 那目前這個我用的無線麥克風 它叫Relicar Mi Passport 它目前是兩個混音混起來的 它沒有辦法分開來錄製 而且你也不能分開來調整不同的大小 像是我電腦槍聲很大 然後我講話聲音很小 或是我講話聲音超大 槍聲很小 我都不能來調整 所以我只能來調整 我講話這邊的距離遠近 然後我們再用那個直播電腦這邊來監聽 聽聽看到底 生靈魂的怎麼樣 就只能用距離來控制啦 非常陽春 但是可行的方法 那我們的影像跟音訊都完成 接下來就是連線的部分 就是網路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同時直播 跟你電腦在玩遊戲的網路用同一個的話 你肯定就會打到死翹翹 因為你的網路延遲會蠻嚴重的 那我的方法就是 因為我是用筆電直播 所以它有WiFi 然後我就直接接我的網路的4G吃豆腐 然後我就直接放到窗戶那邊 因為它那邊訊號最好 我們就直接電腦接手機直播 然後我們的主機呢 就直接開新連線玩遊戲囉 還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可以同時直播Twitch 跟YouTube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的Twitch呢 就是我要截取精華片段的話 我都在Twitch 然後就直接加一個 AddStreamMarker 就是加一個標記 那我們直播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找 我的一些很酷炫的殺擊畫面 我們就可以快速找到 因為我有加這個AddScreenMarker 那這樣子精華影片就會非常簡單 那我直播一陣子之後 我都發現Twitch的直播不太穩定 可能是我未緣開太高 然後有人留言就是說 我們10秒鐘才一針 直播真的很厲害 但是我的YouTube都很順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那個就是改天來研究的部分 OK那這就是我們今天電競日常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還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